她当女配多年中翻身做女主,如今主演的TVB剧却全被安排在周日播。 说到TVB最扩辣、最小肚鸡肠的女角色,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想到TVB剧《缺宅男女》中饰演楼笑蓝衣角的黄志文。 黄志文曾在许多TVB剧中出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,演坏人能坏到让观众憎恨,演好人却又毫无违和感,可以说黄志文是个演技十足的演员,担当女配多年的她,中翻身做女主,不过如今主演的TVB剧,却似乎全被安排在周日播出。 飞虎剧照 罗仲谦、黄志文 担当女主的黄志文,曾在TVB台庆剧《降魔》的中饰演女主庄芷若,在该剧与马国陵、刘佩月以及胡红军合作,一人分饰两脚。 而该剧大结局被安排在周末播出。 他主演的另一部剧集《砸井奇兵》和黄志贤合作,被安排在周日联播两集。 播出的《砸井奇兵》让观众好评,不过黄志文主演的剧集却似乎逃离不了被安排在周日播出。 《砸井奇兵》 黃志文 《袁伟豪》 《三个女人》《一个阴》 《三个女人》《一个阴》 黄志文剧照 即律璧播出平安古之鬼谷传说这部剧可以说赢得了首饰和口碑 本以为聚集三个女人一个音能够被安排在黄金档播出 该剧由黄志文、袁卫豪以及陈志主演 却还是被安排在周日联播两集 该剧女主是一个患有人格分裂的角色 很好演技 不过自开播以来 观众们对于这部剧表示好评 说明黄志文的演技还是非常可以的 只是黄志文曾被网友称 虽是女主 主演的剧却无法逃离周末播出 黄志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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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志文出演TVB聚集多年 想必很多剧迷都有关注她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于黄志文的印象最深的是哪部剧呢 觉得她的演技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